最近娱乐圈发生了很多事情,有不好的事情也有开心的事情,昨天也就是8月5号,女星张欣宇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公布自己结婚的喜讯,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,最近网络上的新闻都是张丹峰的消息,终于有个好消息了。 张欣宇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结婚的喜讯后,瞬间在整个娱乐圈都爆炸了,没想到有很多明星纷纷祝贺,从而也暴露了张欣宇的好人员,大家都以为张欣宇在娱乐圈的地位不高,毕竟他有很多黑料缠身,没想到竟然有很多明星祝福他,网友看到后也纷纷发来祝福,希望张欣宇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 在娱乐圈张欣宇的名声并不是特别好,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,网友都会过去骂他,不过这次他嫁给军人成为军嫂,可是获得了不少的祝福。 其实两个人的恋情早有端倪,当时张欣宇就在社交平台上,透露自己有男朋友了,还配文,我很幸福,那肯定不用多说,当时君哥哥和杰一定在身边陪伴,张欣宇曾经在微博上晒出狗狗的心理服,那就说明结婚的时候狗狗应该也在吧。 张欣宇与何杰在综艺节目,齐犬神兵中相识,当时的他们就是互动频繁,张欣宇在里面坚强的表现,给何杰留下深刻的印象,可能那个时候何杰就对张欣宇动心了吧,而且在自拍的时候,两个人的眼神都是充满着爱意满满。 杨广君士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张欣宇的微博,并发文称,君嫂,你好,网友看到后都说张欣宇瞬间洗白成功,不过不是靠成为君嫂才洗白的。